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想要参加民进党议员的初选 但是在过期 一个是为新党的议员博物 一个说是洪秀柱的粉丝 但是这个民进党 有一些支持者就认为 这种人是不是要借壳上市 那他们的说法是 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觉醒了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民进党要不要扩大 那在扩大的过程里面 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一个游戏规则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说的算计 这个今天我看国民党里面蛮多人 要朱立伦去选高雄或台南 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态 他们会叫朱立伦去选 朱立伦会去选吗 他敢选吗 那这个国民党中央的提名选举委员会 已经组成了 但是侯友宜不去选举委员不去 那侯友宜不去的理由是这样子 求援兼裁判不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朱立伦要选总统会不会求援兼裁判 所以有人说侯友宜真是高招 那另外是我看这个朱立伦现在重用傅昆齐 傅昆齐插国票 破两年我 这些冠他出来 这个人品格这么好 为什么要重用他呢 另外是这个有关日本的服食 因为国民党办公天会 说未来建议跟这个日本之外的食品 都给他注明可能有辐射 那所以林俊宪说 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都要耍 可能你舔共 为什么这个事情显示了国民党的反制 民意现在走到什么程度 以后在这个疫情的部分 连胜文说最后陈时中来算 台北市面要算总账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的疫情在全世界的排名 人家是怎么看待台湾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中国为什么在韩国受到这么大的厌恶 包括印度 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是民进党理论刘兆豪 刘委员 洪英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洪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知识的媒体人王时琦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这个恭喜 前立委陈柏惟 商与付出 大家好 谢谢 一切都OK 要服劍 但是一切健康 这样 恭喜恭喜 另外邀请到的是作家苦玲 大家好 以及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 詹维元 洪英哥好 大家好 那另外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 王智胜老师 待会也会加入 名嘴李正浩说 民进党最近有两个新郎 背景遭到质疑 他说新北市第九选区的黄林 台北第六选区的陈胜文 两个人过去分别 曾经加入新党跟国民党 陈胜文还曾经是洪秀柱的超级粉丝 如今两个人都想得到民进党的提名 让李正浩怀疑立场转变太快 怀疑这根本是统派要来借壳上市 那当然这两个年轻人也都回应喊冤 回应喊冤的内容 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 李正浩说统派势力 趁着年底大选渗透台湾 由于他们知道高举统一的旗帜 没有办法得到台湾人的支持 所以改批本土政党的外衣 以觉醒清廉的名义借壳上市 并举两名民进党新人为例做说明 好那这个我先请教一下 因为这是其实很严重的事情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刘委员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来看 就第一个 当然每一个人所曾经走过的 每一个每一段历程 自己当然要去负责 对外面去说明 就黄寧或陈胜文 他们既然要代表民进 争取代表民进来参选 那过去无论是他们曾经在中国念书 或者是黄寧 曾经在不同的政党 做服务的这件事情 必须对外界说清楚自己去面对 我想这是身为一个候选人 应该要去做一件事情 第二个那身为一个政党 当然我们会面对 就是说没有人天生 就是哪一个政党 我们政党当然也会面对 就是说原本可能不那么了解 或不认同我们理念的人 他有一天他会转变成是支持我们的 那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不止他们两个 我相信这种一定存在很多 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人出来选举 有些人没有出来选举 那身为一个政党 当然我们希望扩大 那个整个参与面跟支持度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一个层面就是说 当然我们还是要还原一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真相 就我以皇领为例 皇领他不是从新党直接跳来民进党 要参选争取初选的资格 不是 二零一七一六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市医院王敏生的服务处去上班 然后之后再到这个罗智镇这里上班 所以他其实有经过这一段历程 而且我们在检视 他过去所做的一些所讲过的话 所做的一些行为 他确实是在新党上过班 但是我们检视他过去的行为 我们现在目前目前我们还没有找不到 还没有找到说 他曾经讲过很违背我们民进党 或违背我们主权 认同的相关言论 就我们要还原这一段事实 他曾经在民生 然后在自政这边上过班 所以他今天出来想要争取民进党的 这样的一个参选的资格 那基于我们政党 目前我们没有一个规定说 认为说你这样不能参选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政党当然有一个筛选制度 我们筛选制度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初选 就是说你竟然你要 你要争取这个提名的资格 你就要参与这个初选 他过去的这段历程 会不会被我们的支持者所接受 或者普遍的民众所接受 那个就是他个人要去面对跟承担的 但是我们基于一个 我们希望认同台湾主权这样的一个认同 认同跟认同民进党的相关的主张 我们希望他的参与面跟支持度是越来越大 而不是才替除法 我觉得我们我们必须面对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 李政浩说民进党新北市第九选区 就是新店 沉甲 酒店 平安 乌来 市议员参选人黄林 长期参与新党党务活动 与新党的连结 更可以追溯到创党时期 二零一八年之前 都担任台北市新党市议员 陈彦博的办公室主任 而参选台北市第六选区 也就是大安文山市议员的陈胜文 曾经参选过国民党的党代表 二零一六年 台市前主席洪秀柱的超级粉丝 李政浩爆料陈胜文长期往来两岸 大学在上海读书 还担任中国的台湾学生 联谊总会常务秘书长 与国大办主任张志军面对面对谈 愿望是吸引更多台湾青年 到大陆工作或创业 李政浩质疑 黄林与陈胜文的案例 都不是用觉醒两个字 就能够解释的 立场转变速度之快 幅度之大 相当离奇 更像是一种策略 我想请教一下时期 你怎么看 我不认识黄林 也不认识陈胜文 但是李政浩我很认识 那这件事情 由李政浩讲出来 很怪啦 很怪 我觉得很怪是因为李政浩也曾经是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 他也曾经是亲民党 然后代表亲民党权立委 对 然后跟民进党的江永昌对打打得很激烈 然后现在又感觉上那个立场又比较属于这个潜律这样子的阵营 就很怪啊 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在政党之间跑来跑去 那黄林跟这个陈胜文 这两个人的事情 的确昨天在脸书上面我突然发现说哇 这个已经被洗版了 好多这个绿营的支持者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觉得不可以啊 他们有统派的背景 绝对不可以提名啊 要慎防这个敌人入侵 那可是我会觉得说 可是他们都要经过初选 就是有初选这个制度 经过了一个筛选之后 谁能够代表民进党去参选 那个才是最终的结果嘛 那你现在如果说啊 这个我要办初选 可是我要限制限制报名资格 你曾经参加过其他政党不行 那所以我们永远就会只在同一个小小的池塘里面 哇小池塘大家自己竞争 这样不要把不是就把张维远的路堵死了 对就张维远 张维远如果有一天突然觉醒了 跑来参加民进党的初选 那是不是哦不行哦 他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的 不行刷掉 连初选都不让你参加 我觉得这样也说不过去 所以制度是制度 人的检验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说 黄霖跟陈胜文两个人 你们的言行能不能够表现出 说服这些支持者 我觉得那个才是关键啦 支持小英的男孩啦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自称自己是小英男孩 小英女孩 然后曾经有一个case 我很清楚的知道 蔡英文说他为什么是小英男孩 我我有在支持他吗 他还很生气 叫他把那个看板给我拿掉 谁 我不能讲是谁 那也就是说很多自己会贴上去的 那陈胜文的看板多到一个不行 就是在文山区这是一个蓝银大本银的地方 但是陈胜文的看板已经超越了所有蓝银的这些 他的确是看起来在初选当中的这个竞争 竞争力看起来是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要回归到时候 那所以陈胜文你今天被人家这个质疑说 你过去是祝粉 你曾经跟张志军在那边谈 然后要吸引台湾的年轻人到对岸去干嘛干嘛 这些东西你都必须要公开的合理的解释 你必须要把你过去的言行 以及你那个过程通通交代的一清二楚 我觉得那个才会 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参选者 陈胜文说他他是担任过民进党 新系立委邱志伟办公室 在那边历练 他说他十八九岁在中国读书 对政治参与有很多的充简跟想象 在中国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国民党 所以在朋友的引荐下入党 加入国民党以后 参与的活动都以两岸交流清零就位为主 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议题 也曾经参选过国民党的党代表 而且这都是公开的资讯 他说参与越深 疑问就越多 其中最让他震惊的是 国民党在中国不敢提台湾 也不是以台湾利益优先 反而处处想办法讨好中国政府 原以为两岸互动是理所当然的对等交流 没有想到国民党面对中国政府 却要他们先自我矮化 所以之后他就渐渐淡出各项国民党 党内活动 这期间也经历过对自己的质疑跟挣扎 甚至是朋友的不谅解 陈胜文说二零一九年回到台湾 在总统大选的气氛下 自己对政治充满兴趣 而加入了民进党青年入政 随着对政治议题的深入接触 他发现过去的认知 自己很天真不成熟 他这个是他要勇敢承认的 他是这个申请了上海的大学 随着父亲踏上中国 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家中的事业 父亲把台湾殡葬文化的转型经验 移植到中国 依循法规稳健经营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且因为中国官方一道法令 合法马上变非法 据点化为泡沫 资产收归国有 亲身经历中国政府的专制 让陈胜文了解民主的重要 深刻体会台湾自由平等的可贵 陈胜文他跟李正浩说 李正浩可以质疑我加入国民党时的判断 但仅凭一张与看板的合照 就断言陈胜文是钢铁的铸粉 似乎太过偏颇 原来他是跟看板合照 这个黄林是说 我是为了一份薪水 我有跟陈彦博说 我是为了一份薪水 我并不认同那个新党这样子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库林 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绿转蓝 蓝转绿在政坛 本来就是常识 所以没必要这样大惊小怪 跟各位报告 五十年前 我就是一个忠贞的国民党员 因为我在高一的时候 我们教官就把我们叫去一个中山 中山堂 然后里面有冷气 然后给我们喝酸梅汤 又凉又好喝 喝完他说好不好喝 我说好喝 还要不要喝 我说要 他说要就入党 我说好 真的啊 而且我到了台大之后 我在国民党的地位还越来越高 因为他选什么区委 常委什么委的 然后法学院的都会拼得要命 我文学院都没有人要做 我每次都不去开会 他们就说要选谁 不然就选那个没来的 那因为我没去 所以我每次都当选 走着在校园你走一走人家说你现在是常委 走一走你现在是区委 后来我记得我毕业那员是北区之亲党部指导委员 所以你看当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现在不就是专门让国民党头痛的人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 就像你打胜仗 难道你不接受对方来投诚吗 你的人是要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何况这些人都已经进入民进党了 民进党一定有这样的查核的标志 不会说的标准 不会乱七八糟让什么人都进来 那如果说因为你曾经是某一个政党 你现在连选议员的资格都没有 那请问那些带枪投靠的立委 现任立委要不要辞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那我觉得不要画地自信 民进党就是要有一个在野党 在执政党也是永远执政党的样子 什么人愿意参加都可以 对不对 即使今天陈雨信或陈玉珍说要加入民进党 我们也很欢迎 他也很有实力 金门县长参加初选 金门县长变成民进党员 民进党集的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之所以会闹这么大 原因在于数大招风 那么多预言 为什么他们两个 因为陈胜文他身世大 资源多 人家看着眼红好像很厉害 黄霖因为他占到妇女保障名额 假如没有人出来跟黄霖选的话 那就是黄霖出选就一定赢 所以我觉得与其讨论这个蓝绿的背景 种种去给人家戴帽子 去给人家算旧账 不如再想说妇女保障名额合理吗 那这个台湾激进算是在台湾 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阿博 你怎么看 喜闻乐见 做为了这个台湾 很乐见 台湾最大董的政党 尤其川普总统说没有人因为他的林董 要来土缺 我想这位都有去音乐 过去 所以中华民国在这里是国民董的志志 所以你一个董要变大 我们要观察的是 董因为这个人来改变路线 而且是人因为这个董来改变路线 这是大董 面对专国的民众 他要向大家解释 如果你的烦恼 一个董里面有很两个背景不一样 让你烦恼担心 请你支持台湾基金 因为我们这是香港法西斯 入党审查 只能台独只能讲台语 你如果有这段的烦恼 你可以支持台湾基金 但是大董本来政治市場就不一样 他应该要出来跟大家说 你到底有法度遂你的民众 说我过去我改参 我什么程度改参 我改参之后我要为台湾做什么 其实台湾的参民 现在都很进步也很聰明 利用这个机会 说不听 你自己民进党参加 领盟的是什么 我想准备更加多人的连动 对整个台湾才有利 这是一个民进党建置两件事 叫做自由跟民主 言论自由就大家说 我觉得你以前心动的 这就是自由的一种 民主就是 我看你改双的经营 我看你运营有没讲的理由 我做了我用铜皮来 决定为你做议员 所以民主跟自由 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 大董必然的徒弟说 我到底这条算 要挥到什么程度 是通牌 共產黨是中國豪靠 或是像黃安那條線 他到底要跌到什麼 領導這本來大黨的這個工作 所以邱毅跟洪秀柱 也是來講給你聽說 有什麼他要加一個民進黨 我可以很簡單跟大家報告 這兩個 台選是一定不會過 就是那條線有出來的選民 台無分 我就接受了 注意看 兩千控八年 民進黨的總統 台選拿五百四十四萬票 兩千控十二年拿六百控高票 兩千控十六年拿六百八十九萬票 兩千二 二零二零年拿八百十七萬票 五四四 六零九 六八九 八一七 是怎麼 就是就是不斷的說明 所以我是覺得不能夠 對以前的意識形態做審查 報老師 這件事情當然也算是要三個層面 第一個當然就是民進黨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多多少少跟蔡英文去蔣經國圖書館 有點關聯性 蔡英文要去追尋的是一些中間選民 甚至中間偏欄選民的支持 那因此我們今天民進黨 到底是要走向我們過去的同溫層 還是要走向開拓更多的票員 剛剛彭文哥已經提到了 蔡英文的連任 比他上一次總統初選還高 這是創下臺灣總統職選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紀錄 過去來講 不管是馬英九 不管是阿扁 連任的票數一定是比第一次的時候低 蔡英文為什麼會逆勢增長 這表示什麼 你路線正確 人家就會靠過來 對 這個就靠過來 我們不介入初選 對 我們我們是講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你的路線如果正確 你不能畫地自線 你應該要擴張 對 你怎麼可能把人擋在外面說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把事情釐清來看 我先講有幾個問題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是說黃林 他說根據連聖文辦公室的前發言人 錢正宇 他說黃林在新黨炒創時期 他就出現了 不過那時候跟趙少康 趙少康創黨 他說他就是旁邊是年輕士代 很可怕 我算算不對 新黨是一九九三年 創黨到現在三十年了 如果黃林那時候二十二歲大學畢業 他現在應該年齡跟我差不多五十幾歲 我看了照片看半天 我們兩個就不像 我也不像 他到底參加新黨是多久 是真的是很久 還是說因為大學畢業 因為他是念政治的 然後就去了這個這個這個黃燕 那個什麼陳彥博的辦公室 那我想一個大學畢業生 他可能只是覺得 我想要累積從政的經驗 那可能他覺得新黨有這個機會 他也可能也沒有太多的信仰 只是因為有一個工作 可以歷練政治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是 並沒有那麼多的意識形態 那其實你去看陳彥博 陳彥博其實他雖然是新黨 可是他的言論 其實也沒有像玉木鳴那麼統 說實在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變成說 我們要看說 他到底是不是他的路線 他的意識形態 是完全跟玉木鳴 跟洪秀柱很類似 他只是因為當時為了選擇一個參與政治的道路 他選擇了新黨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再看 我覺得你如果要請你做黨內的幕僚 這個就很小心 對 你如果要請你做政府觀點 這就很小心 對 因為他沒有經過民意實力 對 你要選議員 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 選的 再說這個陳盛文 陳盛文 我必須要講 他因為他家庭的因素 我覺得他其實是更不應該去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他爸爸去中國創業 他爸爸去中國創業 那你想想看 他去中國念大學 我必須要講 國台辦是此丁的你 你一定要參加相關的組織 對 否則你在中國可能 可能念書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他才參加那個所謂的 臺灣學生的這個青年聯誼會 那我必須要講說 你說這個組織跟國台辦有沒有關係 有直接關係 這個就是對臺灣學生控制的組織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看到了中國的狀態 然後很重要的是他父親的 在中國的產業 因為被中國惡意的打壓 沒收 所以他今天等於說是回頭是岸 奇異來歸 那對於這種 他有那種經驗可能更好 對 更好 因為他家裡切身之痛 那家庭又不是他可以選擇 他老爸去上海發展 又不是他可以決定的 在那個地方說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頭 國台辦要你參加 你能說不嗎 你也得參加 所以我覺得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兩位未來的言行 為了要洗刷自己 一定會更加的展現 他們對臺灣的熱愛 因為別人懷疑他了 必須矫望過正 三國演藝的翔將 每次說誰要殺敵 他說我講 對 一定要搶第一個 對 因為人家已經質疑你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說正好說他是什麼借殼上市 我認為民主社會 鄭立文必須更緩民進黨就對了 對 鄭立文就是這個例子 林維祖 所以說因為他代交投靠 所以你一定要比別人更勇更猛 了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不用不用擔心 什麼借殼上市 民主社會言論都是公開的 不會受到檢驗 郭英雄的 有什麼看法 沒有 我覺得政治人物 他轉換政黨 老師說過去是蠻常見的 他轉換之後 他要跟他的選民去交代說 他為什麼這樣子轉 那今天看得出來 這一篇民進黨內部有一些派系 在做一些小動作 那透過有特地人放話 那既然其實過去 老實講 這個陳世文 他選過黨代表 國民黨的代表 然後也跟洪秀柱這個看板合照過 老實講 就是我過去其實沒做過類似的事情 代表說他過去其實蠻認同國民黨這塊招牌 未必 阿扁去到北京 去跟那個戰車合照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是說跟誰合照 有時候會覺得難得來一趟 那種感覺 把他當成布警 布警 所以所以其實老實講 陳世文跟黃靈 他們對這件事情的講法 我覺得陳世文其實說法是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包含說你說他舉行 他有他過去的經歷 那黃靈的說法有點奇怪 他說為了工作加入新黨 那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說服力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感覺好像只是要虎口 虎口是沒錯 但是其實你還是虎口 還是要有一個你中心的價值 對這個黨的基本的認識 因為政黨是一個價值理念相合的人 聚集在一起一個團體 所以他這樣說法 老實講 我覺得就這兩個看起來 目前陳世文說法 看起來是比較能接受 不過我跟你講 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講過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跟媒體朋友聚餐 多麼是這樣 比較同溫層嘛 綠的就大家聚在一起 問你怎麼在那麼懶的媒體工作 那你薪水比較高啦 不要這樣 機制的話 人跟制度就是要分開 那所以在黃靈這個選區 如果你現在要打說 那個婦女保障名額不行 你這個這個等於是 等於是抹殺了其他人參選 沒有啊 就是如果張明佑覺得很委屈的話 其實張明佑是可以跟陳永福 這個比一下高低嘛 就你還是打敗了陳永福 你就可以被提名 因為這個選區 其實過去三次都是同樣的提名方式 所以也沒有說要獨候誰 或者是獨獨要排除誰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張明佑覺得不太滿意的話 其實還是要針對那個問題 所以你今天要打的是初選制度不公 還是你要打黃靈 這個要搞清楚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因為現在這個朱立倫的路線越來越寬廣 因為大家都推他說你要去新增台南 高雄也不錯 這可以帶動整個黨的這個氣勢 然後這個韓國瑜的新聞局局長王潛秋說 朱立倫這個大咖出馬去佔台南或高雄 可以提振軍心 哇 朱立倫會去佔嗎 為什麼他們都這樣建議 等一下繼續討論 休息一下 好 那麼這個現在在台南跟高雄 這屬於國民黨的艱困選區 不過如果能夠朱立倫黨主席御駕清爭 那麼整個黨的這個行情或氣勢可以帶上來 黨內有非常多的人正在這樣建議 包括這個韓國瑜的大將王潛秋 好 來 我們來看佛西亞 不要安排職位 真的 我下一個職位就是台南市長 已經表態參選2022台南市長 面對藍營基層 傳出了勸勁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參選艱困選區 台南會不會也是選項之一 謝龍介又怎麼看 黨在艱困選區 那整個黨的戰略復習 我想朱主席有他的高度 能夠這樣成局的話 那對整個國民黨在全國的士氣拉台 我想會不同反響 我們希望國民黨能夠派一個戰將 派一個戰將 有人說派朱立倫下來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他會了解到台南市的美食 或者是古蹟文化嗎 他熟嗎 基層會傳出勸勁朱立倫選台南市長的聲音 並非沒有根據 1月9號接連輸掉中二選區 以及罷免投票 朱立倫第一個現身行程 就是到台南大天后宮參拜 隨即和基層里長市議員等人進行座談 身為台南女婿 岳父高玉仁家族有影響力 朱立倫妻高斯柏也曾選過台南市長 面對藍營的選戰布局 準備競選連任的台南市長黃偉哲 這麼回憶 每次來的重兵都一次比一次重 先有高斯柏 再有陳以信 又有謝龍介 現在又傳到朱立倫 我覺得其實他們幾乎可以 抽一座麻將 能夠找到比我更強的人 更有贏的機會 甚至連協調都可以不必了 除了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以表態參選台南市長的 還有立委陳以信 頻頻PO文出招 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都不排除 在未來可能的參選名單裡 台南市長黃偉哲 面對可敬的對手 嚴正以待 我請請教劉委員 你看朱立倫會去選嗎 我覺得我們先看朱立倫 會不會去參選這件事 我們先來回看現在目前的局勢 明明現在國民黨在行政首長 就縣市首長裡面 他們佔有的其實是比較多的 而且有些是要連任的 明明局勢對外面講是不差的 但是為什麼會跑 先這樣子一個聲音出來 其實也顯現出國民黨 現在目前的領導人黨主席 他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 不然現在局勢對外面講也不差 因為其實有十四席 然後有些要連任的 坦白說應該立於不會太差的狀況 但是就是說黨內 其實有一種焦慮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哪裡 就是包括有公投 包括現在的中二的補選 也包括原本他們認為是他們的一個戰場的 扶持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種焦慮 焦慮說現在群農無所 明明是有黨主席 但是群農無所 所以現在有人建議就是說 不然朱立倫來挑戰 他們看起來是最難的地方 就是臺南 那就說或許可以 臺南不錯 他們中南就台南人 而且他的他的岳父 坦白講就過去很大的家族 都在台南 但是如果按照過去的刑事風格 來看朱立倫的話 我認為他做這樣的決定說下去 臺南選的機率不高 不高 就是說當然有些王潛群跳出來 說以前 王潛群做這樣的比喻 其實是要凸顯韓國瑜的高度 他說你看 我想你 他沒有說他不敢 他今天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選不贏 但是也肩負起很大的責任 而且製造很大的蜂巢 就像他沒有講說 就像當年的韓國瑜 所以其實他是要做一個比較好 這樣所以是韓國瑜把朱立倫滾一下嗎 我覺得是應該不 應該也有些人 我認為是也不純爛 我的解讀是不純爛的是一種政治計算 有些人可能搞不好是他們黨內認為是好意 就說不然你去 不管有中不中 都是改變你的方 形式風格 改變形象 我在講 其實他有些人可能也是這樣的好意 但是對朱立倫來說 他要下這個決定很困難 因為他可能知道他他其實沒有那個韓國瑜的這樣的特質 比如說特質可以把臺南變成是大家矚目的一個焦點 你記得以前選到誰去法連 去法連 民主要賣掉 人也去選 而且在二零 你知道嗎 有什麼選到誰去選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是臺大會計系的告示 那我們民進黨在二零一零年那一年 不要算 我們二零一零那一年 其實包括蔡英文 蘇嘉全 蘇貞昌 也都跳下去選 選台中 新北 臺北市 那三個他們其實那一次選舉都沒有當選 不過我在想那個就展現這兩個政黨不同的DNA 那當選舉就是說 想想的 有本來預定的人選可能有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他們這大人都跳下去選 帶取了整體的一個風潮 這是不同的風格 詩曲呢 從民進黨的經驗的確是 主席清真是有整體氣勢帶動的效果 那現在對國民黨來說 他的勢的確是不夠 他的確落後了綠營 甚至連民眾黨他都要被 他都要輸了 就是他完全沒有那個氣 那所以主席清真當然會是 他要十六 拿下十六個縣市 那所以我認為國民黨可以去思考說 是不是需要由主席來清真 然後擺出一個漂亮的陣容說 背水一戰 就是拼了啦 拼下去了 我覺得那個才會有氣勢出來 可是現在大家都認為朱立倫不可能選 而且我覺得現在朱立倫碰到的問題就是 黨內其實叫他清真的人 都是知道你不會選 都在跟你嗆聲的啦 都是在看衰你的領導力 從臺南的這個謝龍介 謝龍介說要參選 結果臺南市黨部怎麼講 臺南市 我很懊惱啦 傷腦筋啦 因為原本已經有耳目一新的人選了啦 那謝龍介一說他要選之後 這個韓國瑜馬上說 哇 這個寶劍出竅了啦 這個這個這個春雷炸響之類的 我就哇 力挺他 然後現在 韓國瑜挺謝龍介 然後耳目一新的是陳以信 可能是吧 不知道 然後現在再加上王潛就敲邊果 說主席要自己選 主席要清真 看起來黨內的確有一個韓粉的勢力 韓國瑜的勢力在拉扯著黨主席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鎮不住腳啊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選啊 我就要展現我告訴你喔 我們黨內裡面這個是 有一大股這個力量 是韓國瑜的這個力量 然後請你不要忽視喔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跟他叫板啦 所以謝龍介的參選很多人覺得 就是跟黨主席叫板 那朱立倫做得很可憐啊 每個人都要吃他豆腐 沒辦法啊 因為他就真的沒有辦法有領導力啊 否則不會戰鬥欄也跟他嗆嗆 現在韓國瑜也跟他嗆嗆 大家都在跟他嗆嗆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有能力的黨主席 他可以hold得住全黨的話 他就不會被人家到處嗆了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黨內的各種力量拉著他 然後他就隨波逐流 一下子往戰鬥欄 戰鬥欄罵他就 好好好 那我就這樣乖乖的知錯能改 然後韓國瑜這邊拉著他 好好好 那可能我要怎麼樣 就是說他自己沒有一個 該採定的那個方向 自找的 會計系也沒辦法 是 那這個國民黨 由朱立倫擔任召集人的 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 成員已經組成了 有侯友宜 盧秀燕 韓國瑜 夏立妍 連勝文 秘書長黃建廷 可是這個侯友宜 他出來說他不適合 因為這個求援兼裁判這樣子不適宜 謝謝主席的好意 盧秀燕據說也不會 這樣如果用這個標準看 其實黃敏會也不適宜 不適合對不對 好 那 那王定宇是說這高招 求援兼裁判就表示 2024年朱立倫你是黨主席 你不可以選總統 來 我們來看一看 共同參與我們的提名 備戰2022國民黨組提名委員會 朱立倫親自當召集人 公布成員 包括新北市長侯友宜 台中市長盧秀燕 以及前高雄市長韓國瑜等人 不過人士才公布一天就被打臉 既然我有可能是候選人之一 就參與選舉區別國會的委員 有球員兼裁判之前 這是不適宜的 再度謝謝主席的好意 不止紅友宜隔空婉拒絕麗倫 盧秀燕也發聲明表示 將爭取提名競選連任 不宜球員兼裁判 地方諸侯紛紛切割 連中常委都看不下去 炮口對內 黨中央應該拿出更多的誠意跟耐心 去說服 我想包含侯長跟吳議長 這樣子在國民黨內 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同樣被納入名單裡 頻頻報道韓國瑜曾口頭答應 不過詢問韓國瑜辦公室 至今對此事不用回應 態度引人聯想 而名單中不見戰鬥欄成員 原來幾天前 朱英倫曾探詢趙少康 當時趙少康已從事媒體婉拒 前副主席郝龍斌 當過台北市長 卻沒獲得真學 提名委員會名單顯現朱主席 試圖擴大決策圈 卻一再碰軟釘子 畢竟事關2022藍營成敗 以及朱立倫擋回之位 目前看來各陣營暫時保持距離 避免太快跟朱主席成敗防疫情 解決東朱主席為什麼提了以後人家再婉拒呢 照理說你是不是要談好了之後再來 好 方老師 你應該是跟他私底下先談好 我會提名你 那這個我們來當中央選舉 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不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連高中生都不會犯的錯誤 高中生今天要辦一個活動 要請學校的校長主任來致辭 你是不是應該先徵詢校長有沒有行程 才來邀請 不能說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社團發表會 我們校長會來 結果校長說我不曉得 我臨時有行程 那一個堂堂的國民臺灣的第二大政黨 為什麼會這樣子奇怪 侯友宜 盧修彥你找 先問他 願不願意 不願意 我們不要列入名單裡面 你可以找傅崑奇 對 傅崑奇很適合 韓國瑜都可以 為什麼傅崑奇不行 所以你現在黃敏慧 也不得不辭 你是嘉義市長 那為什麼找連勝文 我也搞不懂 我覺得這變成是一個派系分章 連系 給你一席 韓國瑜因為你有韓粉 給你一席 然後就是用這種方式 侯友爺爺 你是書猴 我跟你一席 盧修彥 我跟你一席 就是用這個方式 就是一種分章 因為這個我相信連勝文很高興 因為他可以掌握未來提名的大權 那連勝文又何德何能 這個2014年選台北市長值拿到40%的票 跟上一次郝隆斌拿到55%的票 他會來抗議 40.82 好了好了 算41了好不好 我今天給他 算我做人情給你 啥臂數了 41好不好 你41%跟人家55% 雖然你也差了那麼多 你有什麼資格 那你說韓國瑜 韓國瑜其實現在被罷免 高雄市被罷免 選總統選輸了 只是因為他有韓粉 就把他納進來 你說這個夏立言 夏立言這輩子沒有選舉過 夏立言是外交官出身 當過大使 當過陸委會主委 對 他只願他是副主席 就把他納進來 可是你這個選 你這個所謂的提名小組 你的選舉提名委員會 根本還是一個非常官僚的主席 兩個副主席 然後做這個所謂的分章 派系分章 你不是一個由下而上的 你應該是很瞭解選舉 對這個每個地方的選情很清楚 然後我們應該要提名誰 才對嘛 這就這個官僚系統 我剛回來談那個陳以信 我講一件事 陳以信 其實他的目的 他有政治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跟朱宇倫已經談好條件 就是說臺南市大家都知道 一定會輸 不會贏 所以他來當炮灰 他當炮灰之後 等於為了黨站出來 然後到最後他等於為黨犧牲 然後沒有選上的話 他也為黨盡力了 然後讓他二零二四年 再提名一次不分區 就是讓他當兩次不分區 拿這個作為 等於叫戰功 今天他們這種用政治算計 又為了自己能夠成為不分區地委 這樣的政治交換 我覺得就表示他在藐視臺南市民 臺南市民可以用你們這樣交換的嗎 所以謝榮介也看不下去 我在臺南當了二十年的市議員 我每次都讓 每次選市長 我都讓 總該輪到我吧 沒有功勞 有苦勞 沒有苦勞 也有疲勞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前中間會生氣的地方是 你完全忽視在地的聲音 那我想請教委員兄 我有看到趙少康有說 說主席那邊有徵詢我 可是趙少康我回應是說我是媒體人不適合 趙少康是有徵詢 到底說同樣的標準 應該是有徵詢這個侯友宜跟盧秀苑 那奇怪 既然我有徵詢你 那你答應了 你怎麼會 後來又說我不適合 你到底有沒有徵詢 你覺得 的確我覺得國民黨黨中央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不夠仔細 怎麼說呢 其實看趙少康的例子 可以很清楚看得出來 朱立倫在兩天前 徵詢過趙少康 趙少康表示說我身分不適合 所以我拒絕了 所以當然最後今天 昨天有媒體討論 怎麼名單沒見趙少康的時候 就有一個新聞出來 很合理嘛 按照正常邏輯來看 那侯友宜跟盧秀苑確實發生 就是說看起來好像是不知道有沒有徵詢過 突然間名單出來之後 他們兩個就否認了 那這樣子老實講 對於藍軍選民來說 又一次好像是中央跟地方有點不同調 那又會覺得說國民黨 是不是有一點點不團結 或是地方諸侯不太聽黨中 這樣子一個印象出現 那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不是一個好事情 剛剛有報有出一個新聞 他是說朱立文好像在幾天前期 有跟這兩位深談過 面對面交談過 那我不確定這個訊息對不對 那我會認為說 今天如果侯友宜跟盧秀燕 如果今天朱立文沒找你談 如果真的就這樣子 把你報名單上 你以後透過這樣記者會的方式 記者新聞稿方式否認可以接受 但如果今天朱立文真的有找你們談 你們卻用這樣方式 有點對黨中去做 有點像一點點像洗臉的動作 我也覺得不太適宜了 這我判斷 我覺得侯友宜他們做事不會這麼這樣 這樣錯路了 你跟我談過 然後我答應了 然後接下來我再開記者會跟你否認 我覺得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猜的 就是說朱立文跟他談過 盧秀燕跟侯友宜就說不適合 我求委員兼裁判 但是他硬要把他名單放上去 這是我猜的 不然有可能做事怎麼差那麼多 來 郭委長 其實我了解一下 他好像國民黨 他跟民黨不同 他有一個提名委員會 還有一個選舉對策略 中央選戰策略會吧 這個選舉對策略 叫選策略 其實比較是決定提名的人 在這裡討論 在這裡研究 然後提名委員會是回家 或是說這個人人選可以不可以 像高等法院 又退會定性這樣 就是這個管理 所以朱立文要叫這些大腳來 你剛才說是怎麼連勝文 是怎麼防民會 其實他們好像不知道 割副主席和理事長吧 所以他們是用東執的 東執的原因去割防民會跟連勝文 好像三個人 其他那就是位高權重 有票的 所以要進來背書 你看看北中南那時候 漢子 燕子 圖子 他們自己說的 連後還有一個影響 我們的政道拿 所以就消空 所以把這些人口口起來 做一個背書 有分量 就是我自立倫 領導的董主席 關在中心 這些人都願意來 為未來六都以及十三關 關市首長選舉 拿名來背書 他的用意是這樣 我如果是本人 我會想說 我沒有拿名的管理 我又退你背書 你拿出來人家 他怪怪你怎樣 輸要我們輔助 對啊 我一百左右 我自己要算 我不是不用算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待會可以請國民黨的優質 來改水 但是我要說的是 選出費裡面 第一名是什麼 你知道嗎 說過什麼大聲的 大家要知道 一個董事 兩千二十二年 他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選舉 所以第一期間 裡面這個選出費的委員 是比副主席更大 因為他直接可以 決定說要拿名什麼人 要去參選什麼選舉 甚至拿名幾次要怎麼農 要什麼人出來 所以這個橋的 款力在第一時間 直接在今年年底進行 是國民黨的款力最大的 你找一個回來三個月 火山破崩 當他開出的立委新聞 還沒有碰他 自己特政自己的 這樣你叫他 公府這條全國的提名 然後你要叫現任的 管事相長來拿他報紙 我想這個全國民眾 看見的大家說 應該沒辦法接受 我可能有三個 有看見有三個可能 第一 交通的問題 就像你們說的 說一說的 他們就條件沒有的 第二 主理論要投資 說你們兩個都沒有配合 我就命中法補出 你沒有配合 但是現在社會 婚姻不成 所以如果是這樣 其實很失敗 第三是林鄙的問題 就是我農主席 全部就全部 你們就印好就好了 還有那個沒有的 還有那個幫我洗臉的 還真的發生 所以不管是 股東的問題 還是道政的問題 這裡是林鄙的問題 都不應該出現 在一個一百年政黨裡面的 管事相長 提名相關的民事 這是一個讓人覺得說 連事情就不能做 這算基礎 管音為什麼 人家自理論 為什麼要受一個條件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那個時候 老闆 三國籍裡面 老闆那裡 那裡煮到糧 中央就說 這個人拿這塊錢 搖來搖來搖來 不可以收錢 我要聽他的話 他總在博安坡裡面 趙雲一個人 把整個 那個小春的軍隊都燒了他 立下漢馬功勞 主理論上的戰爭是什麼時候 兩千十六年選議的時候 他的票比韓國瑜比較少 還之前 淡水 阿嬤叫他出來 四下無人 八點喝咖啤 對國民黨來說 這個主席就沒有政黨 我聽他的話說 我們政治要拚實力 我就覺得 很空虛 很神心擔保 所以說話沒人聽 這是他領導權力中心 這個搖搖欲墜的感覺 好 這個博偉說的就是 傅昆奇 因為他成立一個 中央選戰策略匯報 立委傅昆奇擔任執行長 負責實際操盤 這很大 但是這個人 這麼關於出來 這個人破贏 插國平破贏 來我們先休息 今晚到